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图想改变自己与暗恋对象的关系 但是他发现不管他怎样做都不能让一个不爱你的人爱上自己 于是他搬到了伦敦工作 寻找属于他的未来和爱情 于是他住进了父亲的朋友胡子叔这里 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一次联谊会上 他遇到了自己的真爱小丽 两人毫无预兆的相爱了 兴奋的水哥回到家中 看到借酒消愁的胡子叔 得知原来胡子叔的话剧由于演员往此尴尬收场 于是他用了自己的超能力回到过去 成功地让话剧完美演出 并且让胡子叔一举成名 但是因此错过了与小丽的缘分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水哥看到小丽最喜欢的名人要举办摄影展 他每天坐在摄影展入口的沙发上 终于遇见并联系上不记得任何事情的小丽 但是这时的小丽已经有了男朋友 于是水哥再次使用了超能力 一直陪伴在小丽身边 成功地让小丽慢慢地爱上了他 于是水哥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一次次享受着与小丽的四人时光 画面太黄 太暴力 就像所有热恋的小情侣一样 两人忙碌又彼此恩爱挂念着 一天水哥在剧院遇到了那个曾经让自己心动的女生 忍不住上前问候 但是最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 飞奔回小丽的身边向他求婚 他们举行了浪漫的婚礼 但是忽然下起了大雨 可是有什么能阻挡相爱的两个人幸福呢 因为是你 所以一切都那么美好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他们生儿育女享受着自己的小甜蜜 往往人生总是会有那么一些小差距 水哥的妹妹因为男友的抛弃出了车祸 水哥很难过 于是想要回到过去挽回妹妹的生命 并陪着为爱堕落的妹妹走出阴影 但由于蝴蝶效应 她的女儿却变成了儿子 这让水哥发现 回到过去改变事情的代价如此之大 于是他选择了放弃救妹妹 而是回到了车祸前慢慢陪他振作 水哥又恢复到了以往幸福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水哥的父亲去世了 他很难过 于是用超能力回去看看父亲 父亲早已料到 于是和水哥聊几天来 父亲告诉水哥 只要有新的生命出现 他就再也无法使用超能力 人生总要失去什么 你才会得到什么 不要纠结于过去 而是让自己往后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 这时小丽告诉水哥 他想要多一个宝宝 水哥知道终于要和父亲说再见了 他再次回到过去 与父亲一起回到了小时候 父子之情印满了整片琥珀 影片最后 每个人都回到了平淡的幸福里 最后小编要说一句 对我们最爱的人 不说永远 只说珍惜 好了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时空恋旅人》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时空恋旅》 I am I am